好啦 我們看還有什麼狀況 打麻將就唱歌 不好意思說要先走 我啦 我啦 怎樣 沒有 打麻將 因為有時候 你隔天剛好可能有放假 很難得的機會 大家就會約你說 你今天可以來打麻將 因為明年沒有工作 對 然後想說好開心好開心 就去了 然後有一次 就有一個排咖 張棋惠 也是很愛打的人 難得媽媽放空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坐下來 我平常打大概都是三將左右 然後可能要上書會三加一 然後那天我們約比較早六點 因為他說他可能要回去 帶小孩或什麼的 結果後來發現 他小孩剛好婆婆帶走了 所以要隔天放假 然後我們就一上桌 集會說 那我們今天打酒醬可以嗎 我就說酒醬 然後我就太好意思講 因為我覺得有點多 當然啦 但另外兩個人家就說 好啊 好啊 OK OK喔 然後我就說 好 那我也OK這樣子 我們從晚上六點 打到隔天早上六點 打到兩三點的時候 大家已經呈現一個 喪失的狀態就這樣 五孩 八百 五孩 好 五孩 就是很沒有靈魂 是啊 超沒靈魂的 沒意思吧 對 就是也不聊天 然後重點是我也不敢喝水 我也不敢去廁所 因為我怕我一離開 可能他們要等我 所以我們就憋尿 然後也都沒有 就是都不敢喝水什麼的 所以我打完以後 我回去 肩膀痠痛了一個禮拜 我跟妳講 手舉不起來 說到打麻將 真的有的時候 我平常其實沒有非常愛打 但我之前就有跟了一些長輩們 他們講說 掃牌開就叫我跟他一起去 但妳知道 因為我那時候是新手運 我運氣好到不得了 我知道 對 妳知道那一次嗎 對 我那時候 運氣好到怎麼樣 就打完了一架 他們說你都贏 不行 繼續打 然後後面是怎麼樣 他們說 我跟妳講 妳只能自摸 妳不能胡 然後他所有動作變得很快 好成這樣喔 好成這樣子 然後我下個半死 然後我就中間打到一半 已經打得超久了 我就說 我可以上廁所嗎 他說不行 因為他覺得我一去上廁所 我就去做法 妳知道嗎 真的真的 因為他們輸太久 對 因為他們覺得 他們已經輸了 他們一定要現在搬回來 就是我有任何的動作 他們都覺得 這會影響到整個排局 真的不讓我去上廁所 後面就覺得 天啊 超小尿 重點是他還一直自摸 我狂自摸 跟自摸才能呼 臉都歪 都是要什麼朋友 對 真的不讓我上廁所 又不是打多大 又不是拚家產 而且他們也打五十二十 答對啊 要我贏了一堆錢 我當然知道 贏一堆錢 五十二十能贏多少錢 贏到他們翻臉嗎 真的翻臉 我有聽說這個故事 對 超可怕的 我這邊要提醒大家 打牌快樂之餘 還是關心一下自己的牌友 對啊 那個故事是有一個六十幾歲的男性的大哥 他其實就是跟大家一起打牌的時候 他的朋友們都覺得 今天想要打得晚一點點 然後過了十二點之後 大哥也覺得說 雖然已經年紀 他是那一牌桌裡面年紀比較大的 他還想要不想掃興跟大家玩 然後就再撐一下 就撐撐了覺得這快到一點的時候 他說他覺得有點吞咽困難 然後就喝一點水 想說可能這真的是也沒起來 上廁所也沒喝水 他後來就覺得說 吞咽困難感覺好像越來越明顯 到時候朋友看到 好像看起來有點怪 有點咳嗽 然後覺得那種感覺好像不是很舒服 所以大家後來中間就覺得 那我們打了到兩三點 我們就算了這樣 同桌的牌友裡面有一個 他是護理師背景的 他就說吞咽困難 看起來好像是小事 但我覺得這件事看起來是怪怪的 你去看一下那個急診好了 頂多就是白忙一場而已 總不會錯過什麼 這樣我覺得聽起來怪怪的 他本來不是很想去 結果後來大哥想一想說 好啊算了 然後朋友一直勸他 然後他那些牌友們也很好 跟他說你如果不去的話 我們就不散 然後他就陪他去這樣子 就急診一做新墊圖一看 對 他心機梗塞 然後那天晚上就做了新導管 放了三支支架 所以這很恐怖 那天晚上他如果撐得到 第二天早上他不管 他可能會猝死在床上 所以這東西就是 還是關心一下牌友 尤其年紀大的時候 尤其熬夜真的少做 熬夜牌友千萬也不要打 打麻將大家就是 喜歡打就真的很喜歡打 我就是也是 遇過一個四十五歲的大哥 他就是 因為他之前打麻將 其實排氣不怎麼好 前半年輸很多錢 太太就說 你給我封牌 你一直輸錢 你給我封牌 所以他有半年的時間 都沒有辦法碰到麻將 這樣子手很癢 過年的時候終於找到 太太放行說 那好今天過年讓你打 他一坐下來就說 我要打三天三夜 這樣子 一開始就已經 就嗆架說 我要打三天三夜 然後他說好啊我陪你 因為大家知道說 他封牌封半年 大家都好朋友 然後我今天就陪你打三天三夜 然後前面他說 真的的時候休息了半年 整個手氣都起來 什麼青泥色 混泥色 大三圓 什麼牌都可以胡這樣子 第一天打完 胃就是開始有點悶悶的 可是他想說手氣這麼旺 絕對不能斷這樣子 所以他就繼續打 第二天的時候 就不對勁了 他大便的時候 開始變黑色這樣 可是他想說我一定要稱職 我要把我這半年沒有打的 全部補回來 到了第三天的時候 朋友看說 你怎麼會打臉色蒼白 整個臉都擺掉 整個都沒有血色 嘴唇 臉色 都是擺掉這樣子 有幾個會有血色 三天三夜 因為他病人 他病人 跟他打牌的朋友是我的病人 然後他有問過我這個 因為我就說好 你就趕快帶他來 然後我就來 我就說你這個狀況不對 我就向他趕快去急診室 然後一抽血 就發現他的血色數 其實有正常人的一半 結果他說他是一個急性的 消化性的潰瘍 但潰瘍一直在出血 但是我們知道說 潰瘍出血 但是有時候不一定會痛 但是這個病人又有痛 我就說你這個也很奇怪 那我跟急診室醫師討論說 這個病人怪怪的 好像不像是一般的 出血性潰瘍 他可能有更多的問題 我就請他們 就做了一個電腦斷層 結果發現他的那個 潰瘍生道造成腸子破損這樣子 對啊 所以就是破損之後 那就沒辦法 可能就一般的內科藥物 可能就沒有效 可能就還要配合外科 我們還緊急找了外科醫師來討論 那最後真的是 要去做緊急的手術 前後也是住了一個禮拜 才出院這樣子 然後也是被他太太賣死說 你給我三年不能打牌這樣子 還三年了 一輩子打 命都打掉了 困糧出血去開刀 就停三年這樣子 是啊 那電腦到底有多離譜 八圈 我打十二圈就三將 頂多三將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對啊 三將也不過大概三四個小時 我們打得快的話 就消遣消遣 對 對不對 那個賣命啊 真的 沒意思 這酒醬真的太久了 對啊 尤其他打五十二十 最無聊 太少 太少 我們再來看看下一個什麼 大餐美食百年前 誰能一口都不吃 最後美食的誘惑 我平常要嘛不吃 要嘛看到那種吃到飽的 我真的是狂吃喔 而且你知道嗎 吃到飽你就是會覺得說 平常很難會吃到那些海鮮 就覺得說那我今天我真的一定要 一定要吃回本 一定要吃回本 然後重點呢 我每次去吃到飽 然後就看到海鮮 我都子宮海鮮 但是大家也知道 就因為你去那種吃到飽 老實說 那些海鮮的新鮮程度 有點打折 但是你知道嗎 可能像我很愛吃蝦子嘛 我每次去就覺得是 一盤蝦子掃 一盤蝦子掃 好啦 前陣子就餵潰癢 拉了嗎 是不是 餵潰癢 對啊 那時候就真的急性餵潰癢喔 然後真的就開始狂拉水 就拉西你知道 拉了一大堆 然後整個人就有點發滴燒 然後整個身體就超級不舒服的 然後我就去就是去 就去找醫生看嘛 然後醫生看了一下 就說你有吃了什麼東西 我說我就是吃了蝦子 因為他說你可能吃了 可能你可能十隻吧 我說我不只 我應該吃了三十隻以上 因為我其實食量也算大 因為我之前就是有跟我朋友 一起下台南去玩 然後他的男朋友是一個運動員 大概一百二十公斤左右 然後我跟他吃的東西 其實一模一樣 我就一直覺得說 我很能吃 我超能吃 所以有一年呢 大學的時候 我就跟我朋友一起去 中山北路有一間 吃到飽的餐廳 然後算是 那種學生沒什麼錢 所以你就會想說 難得來 對 我要吃夠本 然後剛好那時候 就有很多那種生蝦 生花子 就是那種 覺得是高級的食材 然後我就想說 好 我一定要供這個生蝦 因為我蝦子 蝦子又貴嘛 平常生蝦 你去泰國料理 一盤就要五六百 我想說 這麼多我就拿了六十幾隻 狂吃 而且我發現 我的大腦好像比較慢 就是我常常就是吃完 一陣要過大概一小時 才分 怎麼那麼飽 就是我的大腦 太快了 對 所以我那天就狂吃 而且我除了吃那個生蝦之外 我還吃了超級多東西 什麼生魚片 還有其他一些熟食 什麼牛排 吃很多 然後當時也學生沒什麼錢 所以我那時候是坐捷運 要回家 我從捷運站走出來 要回我家的時候 我走不了 吐了 肚子痛到一個 我沒辦法走路 我直接蹲在路邊 然後就是等了很久以後 好像比較稍微能走 我走回家 一整個晚上 肚子都超脹 然後我半夜起來 就吐了三次 然後也拉了大概三次 後來我就告訴自己 千萬不能再這樣吃了 本來就是 而且還60隻你也太快了 不要講 平常我們吃龍蝦 吃了稍微飽一點 就覺得 不舒服 要消化很久 結果年紀大 對 你四年紀大 消化系統比較慢 其實我的病人 他是反覆性絕食 然後他又帶有 痛膨的病史 那他其實每三到六個月 絕食就會掉下來 卡住塑尿管 就會發作一次 那我就要用內飾鏡 進去把他石頭給夾掉這樣子 後來我真的受不了 我跟他說我們來做一個檢查 就是請他收集 24小時的尿液 這個檢查很有趣 他會拿到一個桶子 然後把他24小時的尿液 全部都收集在這個桶子裡面 這也是大冒險是不是 沒有沒有 這是大冒險 正規的醫療檢查 不知道要喝 對 然後這個桶子 拿來醫院之後 我就要化驗說 他尿裡面的尿酸成分 是不是有爆表 果然驗出來 是正常的兩倍以上 那我就是告説他說 你高普林類的大骨湯 火鍋 這些可能都不太適合 但大家都知道火鍋 有時候真的很香 尤其是跟朋友聚會的時候 就想要吃了嘛 吃完之後 他隔天裹不起來 那通膨就發作了 那腳趾頭腫到 他沒辦法走路 那當然他為什麼會 跑來掛蜜尿痕 因為他很擔心 他結石會不會又長出來 還好檢查沒有 我就告訴他說 那個結石長 需要一段時間 不過他還是要調整一下 就是他的飲食習慣這樣子 畢竟他的體質比較不適合 當然 要了解自己身體的狀況 對 如果你吃很多 但你會吐得出來 或拉得出來 那真的是神佛寶 對 因為我們像我們之前 我分享的故事 有一個五十幾歲的婦人 那他曾經開過刀 那醫生就有告誡他說 如果你要吃東西 一定要少量多餐 但他不聽 他就是跟朋友去吃吃到飽 也是想說就 大家開心嘛 老本 吃回本 就吃很多很多很多 結果呢 就樂極深悲 因為他吃很多之後呢 那個食物一下子 堆積在我們的腸道裡面 那你想想看嘛 他很多食物 所以會撐 那撐他就會去 把我們的腸壁整個壓扁 那壓扁之後 本來腸壁這邊 都要有血液循環 可是因為你整個壓扁之後 血過不去 你的血過不去這個腸壁的時候 你這一塊被壓扁的地方 就會壞死 然後壞死之後 他就會產生很多的發炎反應 最後可能就會變腹膜炎 所以你就會肚子巨痛無比 那我這個病人 他去吃完吃到飽之後 就肚子很痛很痛 可是他又吐不出來 因為他曾經開過刀 所以沾黏住了 整個那個腸子是整個被牽住 就像一個管子這樣 好像有一個東西這樣 把你的管那個腸子提起來 所以他過不去 結果他這一段呢 就整個就是都壞了 然後結果後來我們就到急診來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他 幫他照一張S光片 整個全部肚子 那個光是那個胃 就腸到這麼大 那後來我們就跟他講說 你這個沒有辦法 因為他已經開始出現一些 休克的這個症狀 就是發炎急性腹膜炎症狀 所以最快的方式就是進去手術 把那個勾住你腸子 那一段沾黏的地方把它剪開 剪開了之後再觀察看看 腸子有沒有問題 結果很可惜我們進去開療房的時候 他勾住的那一段 剛好都已經黑掉了 就是已經壞死黑掉了 是喔 所以我們就只好把它兩邊結斷 結斷之後就是新鮮的部分 就是OK正常的部分把它接回去 然後其他的就是要把它弄掉 然後通常像這種東西 因為是急性 它裡面有塞很多食物 你知道那一次真的幫我上了一課 我都跟病人說 如果你真的有常阻塞 不要吃太多青菜 因為大部分會塞的 我們那時候在開刀的時候 我們開刀把外科醫師掏出來的 其實肉還滿好消化的 但是青菜很難消化 纖維食 對 所以我們掏出來的全部都是青菜 然後就是要把它掏乾淨 拼命地洗 拼命地沖 再把它接回去 它飲食挺健康的 今天這個結論 我也不浪費大家時間 是啦 不要再給我玩真心話 大爆錢啦 對... 還有...還有什麼國王遊戲 國王遊戲 國王遊戲 對... 今天這節目不是談別的 就不要玩這兩個節目 對... 好不好 祝大家都身體健康了 好啦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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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看到 我想看到你 我想要看到你 我想要看到你 異獲者他私底下是一個 難搞的廢物 不要哭啦 看到你又更新 就是現在 就站在這裡 你其實一副公公的手 走入正常嗎 假設我有媳婦的話 我是OK啦 不要哭啦